大家好我是PiPi 我是Liona 她是Kanon 大家家裡有沒有屬於自己的毛寶貝啊 我們家的毛寶貝就是JJ 愛子姬 Kanower 那我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不養寵物的有缺點 那回想一下小時候 妳有沒有養過什麼寵物 好像養過一隻 憋 憋 妳是說孤小鼻沒被的憋嗎 怎麼不養憋啊 好像就是學校不是會有那種運動會嗎 就會有那種像是小小的那種 飯飯嗎 對 因為我沒有養過寵物就蠻想要養養看的 一隻還50塊而已吧 那邊蠻貴的 然後我記得的時候放在群裡面的小乖 她每周學去死 小乖去當上帝的小乖乖了 那邊也嚇到我 好冷門喔 然後大學的時候有跟人家一起養過一隻 叫櫻乎鼠 就是蠻兇的 叫我牠的時候我都好害怕 我不能招牠咬人的 我們家就是小時候是小型動物園 我們雖然沒養過鱉 但有養過烏龜 然後以前我媽還有在陽台養過一整排的小鳥 妳說牠會這樣去聞叫 對 然後其實我想說超怕鳥 可能不知道是飼料還是牠本身 因為鳥比較不會把牠抓來心 這樣會有一股 我不是很喜歡的味道 再加牠們的手 我把牠填在手中 牠就這樣 不然抓你的手 我就覺得 媽媽如果說去幫媽媽收個什麼東西 然後積過那些鳥就會狂子 是這樣的嗎 喔這群 可是牠不在籠子裡面嗎 可是我還是會怕 倉鼠也有養過 還有養過禪寶寶寶寶寶 可是我好害怕喔 日常科就是要教你怎麼樣 對要觀察寫那個禪寶寶寶日期 還有養過戶圖 加上養過最長壽的寵物是 柴犬 前前後活16個 自然老子 我養過最大的狗就是這隻 很小隻 為什麼會想要養小狗狗 大學的時候在異地讀書 因為會覺得有那麼一點固憾 然後你就看到很多人身邊有 跟狗狗的一些互動 好像有那麼一個毛小的同伴 其實是蠻窩心的 然後就因緣際會遇到這一隻阿姬姬 那你覺得養狗狗的優點是什麼 當你有一些情緒上的低落啊 不開心的時候 其實它是一個很大的同伴 欸 可是我必須要說 我們家那隻柴犬球球 它不太一樣 人來風異嗨天雄 它永遠都是屬於嗨天雄 然後有一次我就覺得新鮮的低落 我就去找球球糊塑 結果他就一直這樣 然後他在笑 然後我這樣 他在笑 不要退了 姐姐很難過 然後我這樣 他根本 不是人類的難過叫什麼 他無視我的淚水 也可以說他知道我傷心 只是他使用的方法 不是電影中演的那種 什麼添添你的淚水 在你旁邊異微 不是 那你就笑了嗎 沒有 後來我就有點跟阿姐的媽 我就說 小小姐姐沒事了 掰掰 我就走了 我就真的也沒哭了 好啦 他也是有安慰到我 他指揪我的淚水 用憤怒 他其實是沒有像很久那樣 他也不會就是有 像電影情節那種 安慰你的一些舉動 但是你可以知道 他就是會狗乖坐在你旁邊 可是這時候你會覺得說 他眼裡只有你 他只愛你 然後永遠都只會在你身邊的一個貓小孩子 你會覺得自己其實沒有 我覺得我還蠻幸運的是 他其實不太會鬧 也不太會破壞家裡的東西 定點上廁所 並不挑食 因為我工作班 其實這東西他都讓我蠻省心的 天使集 他100分裡面 乖有幾分 90分 我記得所有朋友來看過他 都說他真的很乖 你怎麼覺得他是一隻天使的小狗狗 我覺得不拆家這一點 他真的是做得很好 會在他的小窩裡面睡覺 對他甚至不會在你人不在的時候 亂打電癢癢 我還有朋友他也是養成群 他出門回家之後 飯箱打胃就算了 連大瘋都拿出來玩 主人一出去就 Happy Die 巴拉巴巴巴巴巴巴 開始玩大瘋 這一點 Ctrl真的是很乖 兩毛寶貝 我覺得最大的優點就是 交年關係其實是 會變得蠻可惜的 它會變成一個話題 大家關心的一個重心 讓大家變成隊員那種 對 互動會更良好 可能不知道要講什麼 就講這隻狗這樣 然後小孩真的是需要很強烈的責任感 他的十一柱形娛樂 除了沒有要全包之外 那他們也是有感情的 需要陪伴 別人滿培養資產的重要 像我們兩個有的時候會起爭執幹嘛的 他是會感受到我們 情況不OK 然後就會來哭 讓我們很好 那我們就這樣順便說一下 羊狗狗的確討 來他怎麼樣對你不孝順 他真的蠻黏人的 因為狗狗他別人不孝順 所以他用哭 或是叫你來反應 那他最常就是在你睡覺的時候 他會突然的跟你哭訴 他要下去 因為他跟我們睡覺 他一哭的人想說 他是不是渴了還要幹嘛 他就把他哭下去了 可是他什麼也沒做 他下去之後呢 可能過個三分鐘 他可能想到了 我要上來 那你 電梯下樓 那你沒理他 他會哭到你理他為止 可是我覺得他是看你好情婦 因為像我的時候下班很累 我會現在在沙拉躺一下 然後他就會要我抱 那可能他有一種大的確定 就是你如果要完身抱 然後他就以後就 你幫不太了我 然後你又想說 啊幫我站起來 給我跑到包男去 我就會想說 他就這個個性嘛 我就想睡覺嘛 我就會躺在沙發 然後他開始 這時候就會說 不要哭 像個男子漢 媽要睡了 然後等到我睡 就很起來 他也沒哭啊 他就在自己的床上 所以是你自己太那個了好不好 在床上真的他哭很久 他玩起來之後 他可能要吵下去 這時候你就會 非常地有脾氣 哭母 沒原則 說缺點嘛 可能你的時間會稍微 就沒有那麼自由 例如說你想要安排出國 或者是要安排長途旅行 有的時候其實帶著狗狗 不是這麼方便 要大包小包 或是有一些地方是不適合的 要寵物友善 那就必須要忍痛 把他送去出雲中心 這個時候心裡是蠻糾結的 當然自己可以出去玩是很開心的 而且我們好險是有出雲中心可以脫 但是到外面的時候 還是會有想到他 會有想說 他有沒有刮刮叮叮啊 他有沒有好好聽包文話啊 有沒有想我之類的 還是覺得沒想在這裡 他還有臉 一點點 我看到到之前 筆筆有一陣子 因為工作要去環島旅行 剛好我們工作也比較忙 怕他會沒辦法好好吃飯 我們就把它送去 筆筆宝大媽家 我們的脫姻中心 筆筆宝大媽也超級無敵 很高 我們的秀 黏黏 他在那邊其實也沒不開心 他就是霸王 可是那一次去 他不知道是太思念還是怎麼樣 大量脫毛 東突一塊西突一塊 對 然後整個人就是變得很不開心 然後你看到的時候你會瞬間覺得很自責 覺得說他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我是知道他覺得我不要他了 那你有為這樣子放心過什麼事情嗎 應該就是我之前也很想要出國打工留學 但是因為我已經量了卡諾 我如果有出國打工留學 起碼半年到一年嘛 只是再也沒有辦法把他一個人放在台灣 也會擔心他的生活起初 怕他睡不好吃不好好然後思念我 那你會後悔嗎 其實不會耶 我覺得這只是每一個人的選擇不同 對我來說他比這件事情重要 講到羊毛寵物其實有一個蠻實際的缺點 就是花費其實是蠻大的 我覺得他小時候的話還好 定期大家去打預防針跟他吃的飼料 但每一個狗狗的飼料你選擇不同價位不同 所以我覺得這個方面是還好 隨著他年年長大的話 就會開始想他未來老女的時候看包養品 然後再來就是我有為他做頭髮 大家都知道其實寵物的保險 其實是一年一年貴 這比花費的話其實是蠻高額的 但他一旦有生病 一一疾病狀況 他的價錢也會不同 像卡諾他氣管塌陷的問題 那他就是會很容易咳嗽 每次被他去回診 一次你都會這樣 應該都是127條吧 金錢這一塊其實在住人身上 也是一個蛋 大家在飼養寵物之前要評估考量的 因為他小時候可能就是打打這隻雞蛋 可是他越大他的需求量會越來越多 當然也會有一些人養狗的方式是比較freestyle 每個人飼養方式不養 但是這還是一個要考量進去的 我覺得算是缺點的地方 以上是我們針對飼養毛寶貝的一個優缺點小分享 其實不管你是養貓、養狗、養老鼠、養鱷魚、男小鳥 都很好 或者是不養也沒關係 但是一定要強調 你一旦確定要飼養的毛寶貝 一定要為他顧著被子、被害被子 這才是最正確的觀念喔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記得幫我們按讚、分享 還有訂閱、打開小鈴鐺 掰掰 會聞肉球的主人 出來支援 我覺得太噁了 給我嘉義 會聞肉球的全部來嘉義 不要啦 不要 像嗎 好臭喔 就是臭香臭香的